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岁木年中 明天要开始长达九天的春节假期了 在此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虎啸生风 虎年行大运 那昨晚呢 有一张照片引发大家的讨论 就是韩国瑜邀约 朱立伦 江启臣 以及赵绍康 四个人聚餐 借此展现蓝莹团结的氛围 同时呢 昨晚韩国瑜也宣布 过年后他要走遍全台 举办韩先生的散步点亮为光读书会 希望找一百位朋友 挖掘更多善良的故事 那今天早上呢 他又接受媒体访问 谈了很多事情 这个韩国瑜怎么突然 动作变得这么积极呢 似乎是有步骤的宣告付出 所以韩国瑜在打什么算盘呢 邀约蓝银四巨头吃饭 又要走遍全台 挖掘温暖故事 不论是层次吊子都拉得很高 根本就是领袖级啊 所以是为2024总统大选暖身吗 上午他受访说 不会投入年底的县市长选举 朱夏 韩尚也不可能 唯一没说的就是选总统咯 那年后走遍全台 不就刚好可以帮县市长助选站台 那以韩国瑜的号召力 韩粉会不跟随吗 那卢秀燕或是韩 这个侯友宜呢 这些蓝银县市长 会是什么态度呢 会拒绝吗 那到时蓝银最强的母鸡 又是韩国瑜了 那朱立伦呢 被边缘化吗 那2024蓝银 谁可以选总统 除了韩国瑜 还有谁呢 蓝银的2024大局 就已经是被设定好了吗 另外副总统赖清德出席 洪多拉斯总统就职典礼 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互动交谈 那当初是谁在说 赖清德打高端疫苗 见不到贺锦丽 以及其他的元首呢 只会唱衰 现在被打脸 而中国持续对台美关系 直指点点 美中外长通话 布林肯强调乌恶的危机 那中国会铤而走险吗 美国一架F35C战机 在南海发生事故落海 附近出现许多中国船舰 美国担心 最先进的战机坠海 就怕机密会落入中俄手中 紧急打牢 最新局势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现在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林德宇 宋相哥大家好 新年快乐 新年恭喜 再是前台中市新闻局长 卓冠廷 宋相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祝大家虎年新大运 再次的政治评论王洁明 祝他新春愉快 虎年虎虎生风 也次的政治评论于妹妹 宋相哥好 祝大家虎年 让你好 让你健康 让你大贪 好 再次被遗少将 于北陈将军 宋相哥好 大家虎年行大运 国民党的新北市发言人 萧敬延 宋相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祝福大家 虎虎生风 虎年行大运 好 再次真美帖 王瑞德 宋相哥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每个人都健康 平安 好 我们就先来关心 这国民党四位大咖 韩国瑜 朱立伦 赵绍康 还有江启臣 年前聚餐 营造大短节气氛 国民党四大山头 韩国瑜 朱立伦 赵绍康 江启臣 同时在脸书 PO出聚餐合照 预祝新年快乐 这场餐会是韩国瑜做东 他还下了助解说 人心奇 泰山仪 大家聚个餐 就是因为 你总是要有点 团结的感觉 营造大团结气氛 但网友仔细看了看 四人PO出的照片 发现只有江启臣 开了美机 而且四人的位置 是按照法量多挂排列 不仅怀疑是真团结 还是各怀鬼胎 毕竟不管朱立伦 赵绍康 还是韩国瑜 都被认为是 2024热门人选 只是眼下党内 最被看好职工总统的 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 这场饭局却少了他 就被联想 难道是联合 伺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你既然约的朋友 一定要卢秀燕 你可能是不是 张立赛也要约 黄敏会也要约 黄敏会还副主席 韩国瑜解释再解释 但国民党一场团结戏码 看看还是藏了不少玄机 好我们看到 昨天晚上的这张照片 真的引发外界高度的讨论 国民党不管是四大天王 或是四巨头 这四位我们看到 包括赵绍康 江启臣 朱立伦 还有韩国瑜 一起吃饭 刚刚韩国瑜他也说 总是要给外界一种 团结的那种氛围 叫简单瑞德哥 如果说这种只是要一个 团结的氛围 那显示现在国民党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完全不团结吗 各有盘算吗 怎么看这场餐序 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强调团结 就是不团结 很简单 那韩国瑜其实讲得很好 那么人心骑泰山移 意思就是说 只要能够大家 同样有一条心的话 连泰山都可以移动 请问你泰山移动过没有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人心永远不会骑 因为每个人都有私心 如果每个人都能够 那么天下围攻的话 那自然泰山可能就会崩掉了 那昨天这个等于说 四个人一起吃饭 那就是因为国民党不团结 一再不团结 不是现在不团结 从已经不团结几十年了 一直不团结 一直搞内斗 这个过去的主流非主流 那么包括新国民党连线 赵少康 后来出走变成新党 宋楚瑜出走变成亲民党 然后一直到后来 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到现在 那么 昨天参加的这四个人 里面这四个人拍了一张相片 那你当然可以说 赵大刚今天就说 这是团结的表现 不过内行的人看门道 外行的人看热闹 我个人看起来也有四个字 叫做各怀鬼胎 四个人里面有三个在想 心里面想的是2024年的总统 有一个比较没办法想总统 所以他开了美机 因为那个人 未来的台中市长 开了美机的想起成呢 也显然在这四个人里面呢 事实上他内心的战斗性是最低的 要不然不用开美机嘛 男生开什么美机啊 对 然后呢 当然男生也可以爱漂亮 我的意思是 在这四个巨头里面呢 事实上你不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韩国瑜当然是这个里面呢 四个里面最强的 不过可惜 最该请的最该来的 没有请没有来 侯友宜啊 请问你国民党现在 如果真正能够问鼎 2024年 还有现在在台面上 真正的白礼猴里面呢 哪一个比侯友宜强啊 没有吧 但侯友宜受了重伤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四项公投 去年的四项公投项目里面呢 他选择了做自己 不是做党 没有跟党站在一起嘛 虽然韩粉跟深蓝 不谅解 所以几乎可以笃定 他在2024年里面呢 没有侯友宜了 但虽然笃定 可是毕竟还是危险啊 还是假想敌啊 对不对 既然是假想敌 那就不会出现在 昨天的画面里面嘛 那其中有三位 你们都在笑想 还在想2024年的总统 完全都没心吗 完全都没心 那一位赵超康先生啊 他今天一再强调说 这就是团结 吃顿饭就团结了 我们也曾经跟柯文哲吃过饭啊 吃顿饭就真的团结了吗 赵超康想做团结的话呢 赵超康应该做一件事 他应该要尊重朱立伦的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个位置 什么意思 不应该做他的太上皇 什么事都有意见 你知道吗 什么事都要主导 一直指手画脚 没错 一直主导 然后一直指指手画脚 然后一直要他怎样做 怎样这种怎样做 那一个有个什么 朱立伦有个什么动作 比如说有关日本和这个 辅导食品的问题啊 是不是在科学的根据叫 不行 你知道吗 马上噼里啪噠的 那跟当年江启臣 做这个党主席的时候 针对九二共识 他们正准备讨论的时候 马上就说勉强 那你就撞回去啊 对不对 最后江启臣都绕到 现在这样一个下场跟结局啊 那事实上 人兴起 那么这个泰山仪啊 就是因为你们不起嘛 你们看成四个人 昨天说 聊了两个多小时啊 没有强到 没有讲谈到选举 也没有谈到2024 什么东西都没有谈到 今天一大早 今天韩国瑜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马上讲了 2022年 今年我告诉各位 我才是先知啊 而且我非常非常了解韩国瑜啊 我所说的一切全部实现 今天韩国瑜替我这个等于说 变白了 替我这个等于说证明了 为什么 当时我选举的时候 他当高雄市长的时候 我说韩国瑜一定冲出来 选那个所谓的总统 最后的结果就是三输 因为总统输 立委输 最后连自己高雄市长的宝座都输 实现了没有 实现了 去年我早就说 韩国瑜第一 不会选国民党党主席 第二 他绝对不会参与2022年的 县市首长的选举 他今天早上在广播里面 公开讲了嘛 他今天讲了 因为大家还在讲说 他会不会选台北市长 会不会选桃源市长 我告诉你 依照韩国瑜从来不打硬的仗 你知道吗 从来不打那种 要花好多细思好累的仗 他从来不打这个仗 而且更何况他已经打过 你如果一个人 那么八十九万票 当过高雄市长 然后又选过总统了以后 你叫他在尾声下来选 韩国瑜不要嘛 韩国瑜不要 那你会问我说 那为什么这场 这个所谓的新书发表会 要搞的 他搞的那个 大安森林公园的新书发表会 搞得比朱立伦的 这个四项公投 前天晚上自由广场 人还多啊 为什么 他在给你展现实力 他心不死 他虽然不愿意 每个月去 去帮党 筹两三千万的借款 来扛中国国民党 党主席的位置 但问题是 他现在还不死啊 他还没全死 只是不愿意投入 然后呢 2022年他要做什么 他现在开始不是 又要新书发表会 又要读书会 要干什么吗 他在朝正面的方式 要累积自己的正量 不过 韩国瑜错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今天 我跟很多人在讨论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韩国瑜 为什么可爱 韩国瑜 为什么有很多的韩粉 那是因为韩国瑜的 个人的特质 你知道吗 当韩国瑜 不吵他个人特质走的时候 他要去找一个 什么韩先生来敲门 还是什么读书会的时候 他就不再是 那个可爱的韩国瑜了 他就不再是 那个很有魅力的韩国瑜了 他只是希望能够累积 那么自己继续累积 hold住自己的韩粉 为什么 因为进可攻退可守 2024年韩国瑜 未必会缺席 对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韩国瑜从昨天晚上 突然变得很积极 po脸书 这张照片po出来 那同时也宣布 这个过完年之后 他要全台走透透 然后接着今天早上 也接受媒体的专访 也谈到了蛮多的 那我们看到 从这张脸书上 po出的照片 各自去解读 韩国瑜就说 美好的夜晚 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个人心起泰山仪 再来朱立人是说 美好的夜晚 新年恭喜 那照常说 沉蒙韩国瑜做东 邀朱江跟他这个晚餐 其前相谈甚欢 美好的夜晚 那再来江启人是说 金国先生说 共同甘苦 共同奋斗 同志们莫灰心 我在团结 在了 所以呢 国民党的这些问题 到底这四巨头 有没有想办法 要去解决呢 还说是各有盘算呢 来 于将军怎么看 其实昨天晚上 po出这个画面 我相信很多国民党的党员会很高兴 这四个人终于在同桌吃饭 很难 那如果想这个饭局 如果是朱立伦要的 会不会成局 因为是韩国瑜要的 所以成局 如果是朱立伦要的 我可能会破局 所以你看朱立伦他的感受 应该很温暖 终于跟我靠近 大家终于都有靠近 所以你看他们手上拿的都是水 表示说我们四个人 有一条共同的心愿 就是我们对2022都心如止水 心如名水 对2022都没有任何的兴趣 果然四个人不可能对2022 有任何的想法 所以一条你觉得 蓝营的朋友看到这四个人意义吃饭 会觉得蓝营团结有望 对对 有这种象征意义 至少同桌吃饭了 因为人家说有鸿门宴 对不起 国民党没有这种宴 国民党这顿饭 就是吃给党员看的 说我们团结了 如果一顿饭就能团结 国民党一年吃多少饭 早就团结了 大家一起来吃就团结了 国民党每年三节要吃饭 秋节要吃饭 荣民节要吃饭 国庆要吃饭 中秋端午都要吃饭 这么多饭 如果国民党吃饭就团结 国民党早就天下第一大党 国民党吃饭只是为了吃饭 大家不要想太多 就是为了吃饭 而这一场局是韩国瑜出来 只有我韩国瑜 才邀请到这三个人 换成别人 国民党有哪一个人 可以邀请到这三个人 只有我可以做得到 所以是韩国瑜做东 所以最后 朱立伦心中一定有一个想法了 就是你手上的百万韩粉不解散 我晚上怎么睡得着觉 对不对 然后你赵少康手上的 这些百万声量 百万媒体的力量 如果不归纳到中央 归我来统一指挥 我怎么能够作战 那江启成本身是立委 那比较算是 我觉得江启成应该是来赔的 所以这四个人当中 其实最有实力的就是韩国瑜 他做东然后可以邀及到四巨头 那显然谁是公主 只有他邀得动 韩国瑜邀得动 其实现在韩国瑜 如果出来请吃饭 我觉得深蓝 没有一个人会拒绝 只要韩国瑜出来吃 我要吃饭 张亚中也会去 你约红袖住 红袖住也会去 只要是韩国瑜约的 一定会去 那因为韩国瑜他有说 他说昨天这场参委 是大家情感交流 而且要奠定下一步 共同合作的基础 这句话什么意思 国民党有团结 国民党团结要以谁为核心 请问这场饭局 最后团结 一定是以韩国瑜为核心 绝对不会以朱立伦为核心 如果是以朱立伦为核心 就是中央党部出来 邀大家吃饭 那当然是以韩国瑜为核心 其实绝大多数的韩粉 也是有这种想法 韩粉百万韩粉 说句实话 是一个利多 但是在选举的时候 也是一种恐惧的来源 因为你看 你如果说一个选举 大家请韩国瑜去帮忙助选 来了比较多 两万个韩粉来 大家在下面 韩国瑜冻算 韩国瑜盪算 你心想斯林北要选 你在韩国瑜冻算干什么 因为这个韩粉的眼中只有韩国瑜 他根本不知道你帮谁站台 反正韩国瑜去哪就到哪 那个爆炸头也会出现 那个关刀也会出现 韩国瑜的大旗也会出现 那大家早就忘记 到底是谁要竞选议员或是市长 早就忘记了 那韩国瑜只要从后台一离开 韩粉就解散 就散了 就解散 所以我觉得 2022年韩国瑜会不会被主动邀请 去帮忙站台 我觉得有些地方会 眷村多的地方一定会 因为眷村票吸收个5% 还都当选了嘛 可是其他都会形态的地方 像台北市啊 这个都会形态的地方 会不会邀韩国瑜去 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问号 甚至高雄市 对 还要观察就对了 也就是说2022年底的现场选举 韩国瑜是不是会各县市去 这个服选站台 他一定会去 他一定会去 对 但是他去是为那100个人 去走透透的 对 就是我刚好我的行程 要到这个县市去 去拜访这位贤达 这位忍者 然后地区的这些 想要选举的人 要不要顺便请我 如果要顺便请我 我可能就去 如果没有请我 我没有受任何人邀请啊 我是去拜访这100个人 上次12个人拜访了快一年啊 这100个人 是不是可以拜访到2024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局 已经铺成已经铺好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要对这个饭局 有太多的联想 因为如果刚刚瑞德哥讲的很好 如果一顿饭 能够让国民党团结 国民党早就已经统一天下 但是更需要去观察 恐怕一场饭局就知道 蓝眼里面的地位 谁高谁低 已经出来了 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最量的力量最大嘛 对不对 那一定是东主 东道主力量最大 你就想其他三个人 你来要要看 你来要要看 会不会到齐 会不会到齐 所以我就觉得 国民党现在状况就是说 有权力的人没人气啊 有人气的人不想拿权力啊 有媒体的人不想负责任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四个人 目前里面 他们共同有一个愿望 就是朱立伦 你千万不能辞职 你不要意气用事 朱立伦你不要辞职 这苦差还是要朱立伦担就对了 因为其他三个都不想当 因为蒋体诚你选输了嘛 没话讲 赵赵康真的想当党主席 别闹了 现在这是烫手三欲啊 谁接了谁烫手啊 对不对 如果韩国瑜想当党主席 早就是他了啦 我跟你讲 根本不用选 那就是共识了 所以这四个人里面 目前为止 希望朱立伦不要辞职 因为朱立伦一辞职之后 只有一个人想干党主席 这个党主席接了之后 国民党会疯了张亚忠 只有张亚忠想干 他真的想干党主席 他想把国民党 带到他的大同世界去 你知道吗 可是他的大同世界 跟全2300万人大同世界 不一样 对 他的大同世界是 我要认同统一江 那个大中华的锦绣江山啊 我要回到统一的中国 我跟你讲 如果朱立伦真的辞职 他真的想不开说 突然间过完年 说我不干了啦 太累了啦 我不干了 张亚忠如果一选上党主席 哇 国民党真的会在深蓝的手中 逐渐成为泡沫 那不邀侯友宇跟卢秀燕呢 也是一样高下立派吗 这是县市长层级的 他们这个是党主席 跟选总统层级的 有这意味吗 卢秀燕跟侯友宇就算要 这两个人是唯一 韩国瑜要不到的人 这样子 他不会去啊 不会去 现在国民党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人设不同 就是你跟国民党 走得越远的县市长 人气越高 跟国民党走得越近的县市长 人气越差 所以你看侯友宇 他现在是国民党内部 人气最高的地方诸侯 因为他跟国民党走得最远 是 卢秀燕跟国民党 也走得没有很近 他的人气目前也不差 你只要跟国民党越合作 走得越近越轻的人 你的人气就往下掉 所以我说国民党这个招牌 到底对于2022 大家有几个人会挂出来选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 OK好 这俞昌其实分析的非常透彻 国民党现在是 上下是分离的吗 离心离的吗 来贯提 如果说我们 全台湾各县市 我们刚才提到侯友宇 或卢秀燕等等 显然跟这些层级的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吗 我昨天这张照片 我们大家不要讲太多 他就是一个公关操作 为什么 这四个国民党的大咖 同一时间 po一张照片 这一定是讲好的 那你要传达什么讯息 就是传达说 我们这些大人们 现在很团结 要传达这个讯息 就是因为外界认为 他不团结 国民党现在的支持度 来到史上最低 年轻的支持度 多比 那个比例高到惊人 那这个状况底下 昨天其实这张照片 我看到一个有趣的画面 我们看这个照片的 右下角的 这一个那个港点 这就很像国民党 现在的处境 他们有四个人 可是右边那像叉烧包 还是那个尖角的 只有三颗 所以最后他们是 这四个人 也是只有三个人吃得到 生多收少 未来在2024年的时候 也只有一个人能选总统 所以这个背后 韩国瑜跳出来讲说 国民党被武打一 又被群殴 说美国 日本 中国 绿营 国民党自己 都在打他 可是其实昨天 这个比较像是 是他们四个人 准备要群殴侯友宜 这样子 这四个人是什么概念 我讲一下 这四个呢 韩国瑜做东 你看邀请了前后任的主席 朱立伦 然后那个江启臣 这是有道理的 那赵少康 赵少康他拥有现在最大的 其中一个包括媒体 跟网路影响力 可是这背后其实还是有他们的强弱 昨天他们po完到今天此时此刻为止 网路人气虽然只是一部分指标 可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讯息 到今天此时此刻为止 韩国瑜的这一张图 他的按战数来到9.6万人 接近10万 江启臣也来到2.6万 朱立伦4.3万 没想到最低的居然是 好像我网路上 媒体上声量很大 赵少康只有2.4万 所以其实这都是一个test 你同一个讯息 然后当一起在一个平台上出现之后 你这些国民党的支持者对你的反应 也显示出 你在党内的一个实力的校长 你的粉丝实际上认同谁 韩国瑜还是最强 还是最强 9.6万 这个是他的人气 那我刚才讲说这些人 好像是准备要四打一 喊侯友宇就是因为 这四个人聚在一起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这四个人除了江启臣以外 他还是前主席 三个人都有总统梦 那如果你真的要显示出大团结 你怎么样都要把侯友宇找来 卢秀映就先不用谈 因为他没有要选总统 那如果侯友宇来了 然后大家一起坐在一起 这个团结我认为 今天我们这里评论 大家会心服口服 因为大家 国民党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国民党好像真的超团结 没有在那边深多收 没有分上校 没有分上校 对 所以他们四个在那边聊的 一个态势跟状态 其实有人大概会觉得说 那侯友宇接下去 到底有没有机会等等 可是无法否认是 我刚才讲这是网路人气 可是现阶段在台湾各种的民调中 从中间选民到浅然到深然 如果整体全部加进去 最强的人还是侯友宇 那这一关你不去克服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表现出一副 未来2024好像大游可惜的样子 然后韩国瑜再跟大家讲说 2021确定不选 那我要抬轿 但是不去处理侯友宇这个题 所以我才会说 其实是四打一嘛 我说这个照片拍完之后 他们私下来聊要怎么处理 其实聊的背后还是勾心斗角 背后还是讨论说 那要最后怎么卡侯嘛 侯友宇你有没有可能在2022不选 看起来不可能 那你选了之后 你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党内这些 现在有声量的人 最后支持你出来选择总统 这就是国民党现在最大的困难 真正最有民意支持度的人 民调最高的人 可是国民党内其他有声量的人 全部在卡他 这就是国民党现在状况 所以也才会导致 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的支持度 我刚才提到年轻人 跟整体的制度 来到史上的最低 因为民意要的某一个人 可是你的制度跟你的状态 却不是这样在处理 昨天这个照片最后出来之后 大家现在就在讨论说 那下一步怎么样 我最后讲一个 韩国瑜他现在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要约这个犯 他就要证明一件事 我是真正这个党内老大 接下去2022年 虽然说有人说 很多县市首长会避之唯恐不及 可是我讲了一个讯息 是可以预见的 2022是跟议员同步选举 你会看到在各个县市 所有每一个选区 都会有人跟韩国瑜 一起挂照片 请他住那个站台 侯友宜 卢轩英不理我没关系 我保证侯友宜底下的议员 卢轩英底下的议员 每一个选区哦 都一定会有人找韩国瑜 去跟他站台 某一个人找他站台之后 同样党籍的其他的议员候选人 就会有支持者说 韩国瑜来帮他 怎么没来帮我 你的支持者 这些韩粉们 国民党的支持者 也会叫他要来 最后你就会看到 韩国瑜开始在全台湾 各个县市全部跑 跑片的结果就最后说 你看我是党内 现在依旧最有人气的 2022 2024 2022我不选 我支持你们 2024 还是我韩国瑜 非我莫属 所以看起来 韩国瑜不管这算盘怎么打 好像都是对他有利哦 那今天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说啦 国民党呢 现在是被五个打一个 被群殴 包括什么美国啦 日本中国 绿营还有国民党自己哦 那现在连北京都讨厌 国民党 所以呢 这个饭局就希望 蓝军基层 要展现团结 而且他绝对没有 拉下朱立伦 来杰明哥怎么看 这个部分恐怕看起来 还是韩国瑜现在 不管说是不是年底 是不是到处去浮卷 等等好了 所有营造的这些气氛 恐怕到时候都会让 蓝军这些 基层的县市里面 很难拒绝啊 所以韩国瑜 依然是站上那个制高点 这是毋庸置疑的啦 因为现在所有声量里面 韩国瑜的声量 还是持续高张嘛 因为他是可以在高雄 打上一场战 赢得高雄市长 对于所谓的蓝营来说 那叫做不可能任务 给韩国瑜给搭乘 给搭上了 虽然他被罢免了 可是他那种 打击高雄的这个能耐呢 就是基本上 是很多的这些 蓝营分子 说这个人是一个 有种的男人 他单枪匹马到高雄 打下这些天江山 所以人们还记得 那个美好 但如果你问我 这个高雄人的话 我说其实韩国瑜 就是一个蛇颤莲花啦 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因为你来谈这些事 他说国民党现在 被五个打一个 那我请问一下 这五个打一个 你在讲谁 你讲的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说小弟吧 不是这样 然后你讲的是 这个赵绍康 因为朱立伦好不容易说 这个辅导食品 应该可以通过的时候 赵绍康说 你这个朱立伦 你怎么不敢 跟民主党唱反调 你怎么不敢 跟资装唱反调 所以日本当然 就对国民党讨厌 然后接着中国 中国为什么看不起 这个国民党 那你问一下江启成 江启成一上任的时候 就说他可能要更改 这个一中各表 不是吗 所以中国当然 觉得你在干嘛呢 后来朱立伦呢 虽然表态对中国 有一些看法 但是对不起 你的公投也败 你的中俄选举也败 你的罢场案 你罢这个万华的罢免案 也败 然后整个兵败如山倒 所以这问题 不是谁打谁啊 所以韩国瑜 这个讲这句话 只是要撩一下说 现在能够一统江湖 能够这个调和顶耐了 只有这个 只有他调和国瑜 其实我是觉得非常可笑 因为之前我们在爬文 爬到这个高雄市 在这个2020年 他执政的时候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 所谓的公开招商 高雄竟然排到第九名 从以前陈旭时代 前三名 他那一任调到这个第九名 他有什么能耐 他就出一张嘴而已 就嘴炮天下 所以我其实每次要调和国瑜 所以我心里就想说 这种人最好 就是能够一统国民党 让朱立仁 让赵上方闭嘴 然后到2020 再派这个大嘴炮 来选这个总统 他有什么能耐 问题是他除了一张嘴炮 还能做什么事情呢 好那我们来看 其实今天你说 这段饭 其实在蓝银心目中 他真的是见到 所谓的团结的气氛吗 不是 他们其实很多人想看的是 韩国瑜的个人秀 所以韩国瑜又说什么 所以你看 还有什么 什么人心旗啊 什么泰山仪啊 到底要仪什么泰山啊 泰山在哪里啊 是中国还是台湾 所以他就是一种 你知道 醉炮到极致 然后大家听起来 哇 舌颤连花 爽到极致 然后你再仔细听 你发现到 他什么内容都没有 你看 他今天说 我跟大家一起吃个饭 难得 因为我知道 赵赵刚刚跟助理人 这个战斗来 让助理人真的下不了台 那么事实上呢 韩国瑜在 这个组织这个餐饭之前呢 他其实啊 已经跟战斗兰 在台北已经吃过饭了 跟这些所谓 这个赵赵刚刚这群人 所以表示一件事情 对不起啊 赵赵刚刚 虽然你有媒体的功力啊 但我韩国有人气啊 所以呢 他就要压这个赵赵赵刚嘛 你再怎么样欺负助理人 我挺助理人 那目的是什么 就很简单嘛 不想付那笔钱嘛 你有能力 你有办法 那就跳出来选党主席啊 你不 你事实上去年 我们看他的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出版的这个照片 那个 那个印刷日期 就是党主席在选举之前嘛 所以那时候 你是有起心动念嘛 但是你不愿花这笔钱啊 每年两千万 你日子逍遥自在不做 那我说 你要办这个一百场的 这个所谓的演讲 然后或者是跟这个地方的 庶民 好又来了 庶民又出现了 那你知道 他想一百个庶民的时候 我脑海第一件事情 封建主义 只有封建主义 你去见人的时候 这些人叫做庶民 所以韩国瑜自己 是以为什么 他是老大 他是皇太爷 他现在就要学奖金国一样 因为在 只有在那种独裁时代里面 奖金国不用这个民选 所以他有什么地方的 什么一百个朋友 他在玩这个游戏啊 他在玩什么游戏 他希望将来二零二四年 不需要经过党内初选 他就可以被人家扛上叫选总统 所以他有一百个庶民 又在玩这种游戏 玩这种游戏嘛 封建主义嘛 其实你看韩国瑜就知道 他就是老时代的国民党 他永远跳脱国民党的封建组织 如果说这几个人啊 坦白讲 最国民党封建的 就是就是韩国瑜 江源至少还有一些 这个本土的气息 朱立伦至少从官僚出 官僚这个体系出来 赵少康之间是这个台北市的败将 其实这四个人都是败将嘛 这个韩国瑜是被罢掉嘛 朱立伦是选总统 只有三百多万票嘛 江启臣是党主席 就选不上嘛 这个赵少康是台北市长 就选不上之后 跑去媒体突然觉得自己 好像媒体声量很大 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你觉得这样 参会完之后 会有下文吗 就大家吃一顿饭 鸟寿散 然后po一个照片 国民党中吃饭应该很多嘛 对 你们吃饭多到一个机制嘛 你还可以继续吃吃吃吃吃嘛 人家那个民进党四月中 就要开始提名了嘛 你还没继续吃吃吃吃吃嘛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 最需要安抚的人是谁 你这时候 如果你韩国瑜 这时候你应该去宜兰啊 你应该去 你应该去这个 这个云岭啊 是不是 你这时候应该去见 这个我们说台中市长啊 我不知道 有土地争议的这些市长 卢市长是不是愿意见他 你这时候应该去 盐宽怀拍拍他肩膀啊 不是以前那样 帮你辅选的时候 盐清飘多么努力 他不玩这个游戏 他不跟这些 现在有争议的站在一起 解释他自己就是大佬 所以我看韩国瑜这件事 我是真的很希望 国民党继续 这个拱韩国瑜啊 基本上就有人说嘛 为什么只有三个包子 因为另外一个包子 叫做什么包 大家自己Google 这不就讲韩国瑜的个性吗 所以从一场餐序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韩国瑜的算盘 是怎么样打的 那蓝印的朋友呢 其实各县市可能 状况不一而足 德宇兄就台中市的部分啊 我们说有时候 双北地区的民众 看的韩国瑜 跟台中地区看的韩国瑜 我不晓得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有所差别 也就是说台中地区 或蓝印朋友会去期待 韩国瑜 重新再付出吗 甚至在今年的年底 这个选举 有扮演一定的角色吗 昨天的这一场 餐序 饭局 其实我想到说 毛泽东讲过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当然国民党 现在不需要革命 他们需要的是 重新的这个 重振跟奋起 如何去 找出国民党的 这个路线的 这个调整 或者是去挽救 最新的这一份民调 反感度高达6成5的 这一个 讨厌国民党 对 那今天 这一场 参序 这场饭局 这个叫最小成本 最大效益 四个人坐下来 这个港点 点个三五样 PO一张相片 就可以让我们大家 讨论个至少两天 但是实际上 他有解决 国民党 现在的这个问题吗 尤其这里面的 这四个人 分别就是什么 两个选输2016跟2020的 这一个总统大位的 这一个国民党 提名的总统获选人 然后呢 江启臣发动了 这一个公投 然后 赵绍康在公投 最后的这个阶段 指指点点 纷纷下指导期 结果朱立伦 在1218公投 结束之后 他说 所有的这个败战责任 都由我来扛 不要找帐犯 其实跟大家报告 其实公投 或者是说国民党 最近的这个民调路线 没有办法跟台湾主流 民意在一起 这四个人 其实就是最大的战犯 那如果说 为什么他们不找 侯友宜 也不找卢秀燕 因为他们自认 两组人是不同class的 不同不同 这个有选过总统的 有这个台北市长选举过的 或是当过党主席的 他怎么会理你 这个地方诸侯 相对的这两位地方诸侯 他们也认为说 我是 实际上做我的市场 因为我手中有资源 我对于这个基层的这个名义 我清楚我了解 所以说包括在公投的时候 你就看到地方的这个执政县市长 地方的诸侯 跟在座的这四位 路线是不一样的 当他们在台北喊冲喊打的时候 这个能闪就闪 能拖就拖 他们不愿意跟这四个人绑在一起 因为他们四个人的路线 跟他们昨天的犯局 其实就是在深栏或是所谓的战斗栏 在里面同温层取暖 四个失败者联盟一起 要为国民党的未来做盘算 所以这些有实际的这个 这个民意基础的信 所以说 韩国瑜说 我找了这个卢秀苑又不找张立上 找了侯友宜又没有找林志妙 这样子时间又瞧不攏 所以我们就简单四个人做 这就是像中央哥讲的嘛 他各自盘算啊 我现在才是有选票实力的啦 我是孙贏的 你们两个虽然说 有选过总统 但是你们都是孙负的 而且是跟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的 这个悬殊比例落败的 那这两个当然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啊 因为我再十个月换我自己本人要选的 我当然清楚说 尤其经过了这个1218的这个公投 本来在过去两年 包括去年为了疫情 大家好像 民进党免得炒头 没一个好 感觉全台湾都反民进党 讨厌民进党 那结果呢 从公投的结果看起来 他们这四个人说 要对这个苏贞昌对蔡英文做这个不信任投票 结果呢 自己被倒打一巴掌 选票的结果 大家还是认为说 蔡英文的稳健执政 不管是在这个美租议题 或者是在能源议题 甚至在我们的这个防疫表现上 大家认为 还是要继续支持 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嘛 所以说 地方的这个猪 他们很清楚 这个选票的流动 选票的卖动 所以说他们也好家 再来说 好家你没得到我用 不然你约我之后 我不去又被你们做文章 然后待会又被这些 所谓的深蓝的朋友来干咬他们 所以刚冠廷有讲 当然有一些选区可能议员 可能会有一些破口 就是说 我没去找侯友园 我没去找盧秀燕 我可能会 他跳钥匙 我去找韩国瑜 希望带来一点人气就对了 可是我觉得说 可能会是在这个选情 会比较紧绷的人 因为他希望说 他在他的双股里面 他的选情比较危急 他希望说有一个比较突破性的 这一个方式 能去拉抬他的声量 所以我们看到 这四位巨头一起吃饭 那如果如刚刚这个余嘉峻所讲 蓝银的朋友看了会很高兴吗 来静言兄 蓝银的朋友是怎么样的这个想法 也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面对 不管是四大公投等等 或说这个中卫选区立委补选的失败 那甚至反感度来到了新高 那有期待这四位 你们的巨头 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还是只光吃饭 营造团结 但对于实时 对于国民党的帮助 恐怕是有限的 当然如果我是韩国瑜 我应该会讲我太难了 怎样太难了 我怎么做都不对 怎么做大家都可以解读 你看昨天这个晚上 刚好我们几个年轻朋友 也聚在一起 我们刚刚也在聊天 聊一聊突然大家说 赶快看一下手机 出事了 出事当然不是出大 就是说四位这个大咖 一起吃饭这样子 就一看大家觉得很棒啊 这样子很团结啊 然后马上我们就说 这个一定哦 今天马上被见缝查证 会说 怎么没有邀何友宜啊 怎么没有邀卢修宴啊 你们自己都想到 然后这个都完全都想到啊 那当然我觉得最有梗的是说 他们那个排序啊 是这个什么 从法量都坏到法量少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梗 但是我觉得大家当下看到 一个共识就是说 这不管怎么样 这个都是好事 至少国民党 我们在这个 公投失利之后 然后这个中央选区的 补选也不顺利 等等这些 这一阵子蓝军确实 我们的士气 还有基层是比较低迷的 但是呢在这个时间包含赵先生 江主席还有朱主席跟 这个韩市长他们在一起吃饭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对国民党的基层来说 是一个强行争 你一定会有人说 是不是这个假团结啊 还是说什么吃个饭有什么用 但是如果连饭都不愿意吃了 会比较好嘛 对不对 至少他们还愿意坐在一起吃饭 而且哦 这绝对不会只有这一次 为什么 因为赵召康他的脸书上面也写了 他说这个下次哦 由他来作动 他一直跟大家讲 对 那这个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这个 大家在说江启臣啊 说他这个什么 还有耍心机哦 还这个修图这样 但我仔细这个看了一下就是 江主席他的脸书 有在看大家大概都知道 就是说他都会去做后制啊 就是会去上他那个 banner啊 logo这一些的 所以这个他的小编呢 就顺便帮他也做了一些修图 所以说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说 今年呢我们在年底就要打 这个选战了 那现在基层讲真的都很焦虑 因为会觉得说 会不会说经历了自己想败仗 基层一定有点松散了 然后上面如果又不团结 我在基层跑最常听到就是说 啊上面都不团结啦 我们自己都很累啊 可是真的这样子看到这样子 尤其是韩市长啊 朱主席这一些 愿意团结在一起 那一定是对于我们 接下来的选情是非常有帮助 有帮助 至少愿意吃饭了 一起做一起就对了 一定是这样子 因为韩国有说嘛 至少不要那样说老死不想往来 大家坐下吃饭 可以谈谈未来合作的基础 而且现在大家的共识就是 不管怎么样 今年我们一定要好好选临这一场仗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大家愿意谈 坐在一起 然后一起谈今年 接下来大家应该要做的 所以你觉得这是蓝营最卑微的要求吗 上面这个要团结 我觉得 真的是也是基层最卑微的要求 那我想这阵子我们都一直在反应嘛 那显然这些大人们有听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好的开头 来妹妹姐 这个国民党现在面临问题嘛 刚才提到反感度创新高 但这四位大咖一起吃饭 有想办法要为国民党解决问题吗 还是说 是想着自己未来的政治职位 比较重要 我先说这个就是摆拍的pose嘛 大家看一下照片 赵绍康前面没有盘子 对不对 碗筷都没有 那个谁 韩国鱼也没有 那就朱立伦跟江提成两个有 然后四个人 叫那么小的菜 那这里面大概是还没开动以前 就大家先弄一样 可能刚开始了 那刚开始嘛 那特别是韩国瑜 他如果喝酒喝到很开心 四个真的好朋友 讲得很愉快的话 那个表情一定不会这么僵硬 那我们只能说刚开始 那大家是各怀着鬼胎跟算计来的 这个静言当然很高兴 我们也不是要见缝插针 但是我们要合理的一些分析跟判断 你看韩国瑜讲话是有玄机的 为什么有这场妖艳 因为我刚回国朱立伦就打电话 单独要见我 各位要强调单独要见他 这里面写是什么 我韩国瑜分量很重的啦 朱立伦有求于他 你有求于我 你是单独要见我 我的分量比你们其他人都重 单独的 可是我呢 我韩国瑜就跟你朱立伦不一样 你看变成好像是 我虽然不是党主席 是我邀业你们各方来耶 我设想多周到耶 我像个汤口一样 我要大家团结 然后个人大家也都卖面子 你朱立伦有这个忍耐吗 恐怕也是没有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也不会去邀这个 侯友宜跟卢秀燕他们 为什么 第一侯友宜绝对不会来 因为侯友宜为什么民调高 各位因为跟国民党保持距离 以侧安全 离得越远民调越高 当然啦 侯友宜的民调 人气现在是国民党内最旺的 各位 有个民调你们要看哦 全台湾最反感国民党的 就是在新北市 新北市国民党支持度10.7% 后移到70几% 你看他其实跟国民党一路是不太同调的 对不对 从公投下来一路嘛 都是如此 那反而我跟国民党距离越远 不要那么年 我可以保全我的安全身 所以侯友宜也不会去 他们也不会邀侯友宜去 为什么 真的硬要这样凑在一起 硬拍一张照片 还记得好像两年前发生一件惨事吗 那个时候好像是侯友宜跟朱立伦 不是有一张合照吗 然后朱立伦不是po上去吗 然后侯友宜不太高兴 秒山 为什么 你在蹭我侯友宜吗 所以何必呢 大家是不同路数嘛 就不必要互相勉强在一起嘛 这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你看这韩国瑜的讲话就更有趣了 他真的是金句连连啊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人家就一直在讲 你还记不记得朱立伦因为连三败嘛 包括公投不是也败 补选中俄补选也败 罢免临长所也败 对不对 那时候声音很大说什么 要朱下韩上 还记得这个声音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想说 那你韩国瑜 不然这样 你来当救世主 把朱立伦拉下来好了 你来当党主席好了 结果何友宜说什么 他接受媒体人访问的时候 他说 我年轻的时候 我到新庄去 我就看到老板 卖螃蟹绝不盖盖子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螃蟹会拉另外一只螃蟹下来 他是说 我呢绝不干螃蟹 我绝对不会拉朱立伦下来 OK 之前他不要当筛子 现在他不要当螃蟹 那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拉朱立伦这个党主席下来 他甚至也讲了一句 他说我也不会选地方首长 这透露了两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 哎呦党主席这个位置要去募款的 要这么辛苦的 朱立伦你干吧 有什么事情 有过你 你去扛吧 党风玻璃你去吧 我不要 我就当我的人气王就好 我摆个照片漂漂亮亮的 我可以号令你们这些重大咖 战斗篮的盟主 对不对 那个红派的台中红派的领袖前主席 现任主席通通都要买账 只有我 我韩先生来敲门 这么多人在现场 我人气最旺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呢 这方面呢 我有号召各方的能耐 我能够团结各方 就是说他有制高点嘛 对不对 我有高点 但是我有道德的高点 我不会称人之为 我不会把你朱立伦拿下来 这个话多好听啊 那意思就是我不担责任啊 对不对 表面上我有道德高点 可是实际上是我声量赚到了 我的形象赚到了 对不对 我呢 大家肯认我号召各方能力 我赚到了 可是党主席这个位置 苦差事你去干 我绝对不去当党风玻璃 我也绝对不募款 但是我已经站在个高点了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其实想的一定是想选 2024的总统 不然韩先生来敲门敲甲的 他还要找一百多个人不是吗 他要走遍全台 他要走遍全台 没事干会这样子吗 如果你真的没有要选总统的野心 你只需要讲一声说 我2024绝对不参选 我一心为台湾 我就是在草根打拼 我跟大家同在 我们用微光照亮台湾 这样就好了 他不会讲的 他今天已经讲了 他不会选今年的 对他不会选今年的 他不会去选地方首长 为什么 因为大家有传说 不台北市你来算 不投资你来算 现在我就不选了 因为第一 我选过总统的人 我怎么会去选地方首长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如果要选总统 他可以去跟人家抢位置吗 我今天要选哪个市长 有些人磨刀祸祸祸的 我选台北市 我不是得罪了蒋万安吗 跟他的粉丝吗 我去选桃源 桃源更是一堆人想选 我何必呢 所以我就是这边有能量 我能够团结各方 我会贩卖一个期待值 韩流门还是在 韩粉还是在 到时候你们年底要选举 需要我去加成 我全台跑透透我也在 哦那个能量全国的呢 滚动式的全国的嘛 比朱立伦还要大很多 对那尤其是市议员选举 你可以期待 为什么 他不像立委的选举 是单一选区 对不对 就单一个位置 可能很多人不见得感情 韩流来 因为韩流来会下跑中间的 单一选区要一半以上的选票 可是议员不是啊 我议员只要有几%我就可以了 通告就可以了 就够了嘛 就够一个支持一个席位了嘛 各县市的韩流总可以支持吧 所以到时候你看看 他只要各县市这样滚动 然后所到支持韩流兴起 然后中间国民党遇到什么难题 他不是党主席 他不必担责任 可是他只要 到处助选 那个绅士是会加成 就加成了嘛 当做全国一加钱 不得了 恐怕韩流再起啊 当然会再起啊 因为说实在话 你看他讲话的语言 杰明说他写舌菜连花 他确实是 可是你看他非常厉害的是 他会用一些很庶民 又很浅白的语言 或很生动的语言 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就是他的能耐 那出一张嘴 我不要负责任 国民党有任何倒霉事坏事 做错决策都跟我没相关 我只要人头很漂亮的 营造团结 营造我有能耐 我有那个人气 我到处助选 我还点亮台湾 微光希望 公益形象 天啊 这一切 不就是为了他2024 要来在竞选市总统 来铺上一个铺平道路吗 所以你看得到 其实他的战股 已经开始雷了 起手势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瑜动作积极 除了昨天PO出四个人一起吃饭 同时也在脸书宣布 下一步要走遍全台 有一个大计划 要号召相亲站出来 他就要举办所谓的 韩先生的散布 全台点亮为光读书会 他说让我们从一本书出发 跟全台各地的起老青年 共同分享 发生在你我 以及身边属于台湾这片土地 在地历史文化与人文风采 要找这个100个人 来这个参与一起影片 来瑞德哥 这个显然格局非常的高 调子拉得非常高 这显然不是县市场层级了 根本就是总统层级了 对 没有错 而且有一个特点 就不用在台湾的大街小巷 去辛苦帮人家胡选了 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 他一定不会缺席 2022年的年底 他一定会在2022年的年底 在归于最关键时刻 选择一些他想辅选的对象 去进行辅选 这是韩国瑜的大战略 对 有选择性就对了 对 那我就说他在改变 他想要改变他过去的形象 过去韩国瑜给人家什么形象 你要不记那个超人 不是说那个漫威什么 要在高雄用他的这个什么东西 超人打开以后 有人那时候就把他中间弄说 是草包 有没有 还有很多小朋友 拿着很多的书 拿着很多的对人们对联 等等来嘲笑他嘛 他要扭转改变那样的一个形象 那事实上 韩国瑜可爱的地方在于 他用那些比较庶民化的语言 就比较通俗的语语 国民党的头人没有一个会这样说啦 我说坦白的啦 国民党的头人可能在基层才会有人这样讲啦 真的台面上的哪一个拉了下脸来讲那些话 只有韩国瑜啊 所以韩国瑜让一些人听了以后觉得很爽 对 可问题是爽归爽 没有实际的成绩 那大家还是不会支持你的嘛 所以呢 韩国瑜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他在做一个 吃好做顷刻 然后呢 自己本身又要维持一定的声量 静观其变 2024年谁知道 2024年还有 那么多年还有快要两三年啊 谁知道2024年以后 韩国瑜还能不能保有现在的一个气氛 钟江你知道韩国瑜在这个 大安森林公园的人来的很多嘛 对不对 来的比这个朱立伦的自由广场多嘛 还是比我预期的少 你要知道韩国瑜他以前的声量是怎样 韩国瑜在三重水洋公园 在凯达格兰大道 在台中 在高雄 红的出来是几十万人啊 现在比起他全盛时期 已经不可同日而遇 那么重点其实啊 韩国瑜他讲了一个名言 不是说他把大家的口挖来嘛 对不对 赵沙康今天就特别这样讲说 昨天晚上他们一起吃饭 这就告诉你 这就是团结 那昨天晚上还没有一起吃饭之前 就是告诉你 这不是团结 很简单吧 意思就是这样嘛 国民党就是因为不会团结嘛 我说过了 就算昨天吃能够饭 还是不会团结 赵沙康还是不会改 他在后面当这个朱立伦的 泰山皇直直点点啊 弹斗兰到处这样的打来打去 四项公投 不就是因为战斗兰的杰作 跟赵沙康所以败的吗 然后呢 紧接而来 事实上呢 那么重要的最重要的关键 不在韩国瑜 在谁 在侯友宜 侯友宜的动向 你要知道2018年 大家只看到2018年下半年的 这个韩国瑜的韩粉跟韩流 他像海啸般的冲来 可是你知道 在之前2018年的 这个过年前后 韩国瑜还在这个 高雄市当党部主委的时候 他差一点不是去选了 台北市长吗 因为他要凸显 他高雄市没粮没钱 没兵嘛 所以故意跑去嘛 然后被吴敦云骂 有没有 赶回高雄去给我选市长去嘛 当时第一个到高雄去 替他带着他去扫街 带着他去菜市场 这样拜票 你知道是谁啊 侯友宜啊 当时侯友宜是全 那么国民党在全国 所有人的母鸡啊 就没想到母鸡遇到老鹰啊 母鸡以为要去带小鸡 结果小鸡变成老鹰啊 你知道吗 对侯友宜来讲 这是事实上这种 信路历程是 我觉得对他这种人的个性来讲 他是会耿耿于怀 只是他不会表现出来 那这次也是一样 侯友宜事实上呢 他在四项公投 都已经摆得那么明了 都已经保持距离 请问你侯友宜 有没有站出来力挺 言宽恒 没有 没有吧 四项公投是这样 言宽恒是这样 对 Freddy的案子 罢明案 他有站出来说 大家去罢明Freddy吗 也没有嘛 他在保持他自己的高度 要把这些所谓的中间选民 跟那些年轻人拉过来 但是他 侯友宜跟韩国瑜保持距离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瑜现在在做什么事 他绝对不会去选 我早就料定 他不会选党主席 单单选党主席 一个月两三千万要去哪里借 对不对 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然后紧接而来的话 他也不会去选县市长 很简单 他都已经高票当选过 台湾那时候第二大的高雄市 直辖市的这个市长 还变成罢免了 他要选台北市长 跟选桃园市长的时候 人家都说高雄不要的 还要来跑我们这边撑 但是韩国瑜这边走遍全南这个旋风 会不会跟就是县市长 各县市巧妙集合 事实上呢 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也是要看县市 有些县市 新北市的侯友宜 根本就希望你不要出现在 我这儿地盘 是我的啊 地盘是我的 我大于国民党啊 不客气说就这样啊 我大于国民党 我根本不希望你韩国瑜 出来来我这儿有没有 侵入我的地盘啊 那为什么叫看地方 看什么 但是呢 有些地方就不一定了 有些地方比如说桃园 桃园现在议长邱一胜 已经摆明不选了 可问题是党中央 他们一些人啊 还有桃园少数的一些议员 说瞩目的万美龄 跟这个等于说桃园 包括邱一胜议长 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 这个鲁明哲 是不一样的嘛 那问题就在理 你如果不团结 到时候弄出来的一个人选以后 真的会真心团结吗 国民党跟民进党是不一样的 民进党初算 打到头发楼里 对吧 打完之后 除非有人比赖 然后切割说 退党去选 除了那种少数人之外 这种人通常他的下场都不好 在民进党里面是这样 他的下场都不好 那国民党会真心团结吗 他也不用干嘛 他不会做这种事 他只要后面给你这样子 从你的屁股后面 后勤补给 表面上 表面上 大家一条心 私底下在搞你这样就好了嘛 我就不支持你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不动员不支持这样就好了嘛 像这样的县市需要韩国瑜 韩国瑜来了以后 我想真的 于将军大家这很清楚 韩国瑜一定会挑这种县市来 那有些地方会送来 你不要忘记 那时候探子 秃子 燕子 卢秀燕本来照理来讲 卢秀燕不需要韩国瑜 如果再给他们这些台中市议员 这样打下去的话 卢秀燕不是什么民调 什么六成很高 天啊 卢秀燕之前的民调是八成啊 兄弟 八成掉到六成 掉两成啦 如果继续掉下去的话 掉到四成的话 你想想看 我问你一件事嘛 你那位民进党在烂 真的 林佳荣在台中 只会拿到两成的选票 蔡启昌只会拿到 十几%的选票 你相信吗 不可能啦 当然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事实上呢 卢秀燕就是 如果没办法止血 没办法反扑 然后没办法洗白的话 那卢秀燕搞不好 也需要韩国瑜啊 那更不要讲 另外一个云林张家 也需要啊 需要的现实还蛮多耶 你知道 因为韩国瑜有个特性 就是他来了以后 他后面就有一票 那个韩粉嘛 韩粉虽少 但是毕竟是一票人嘛 所以毕竟是一票人 然后他这个凝聚 那个红通通的那个势力 让这个场子赢在这种气氛 我跟你说 酸鸡酸鸡的死 对 什么人死共 什么人就赢 就是这样子嘛 林静怡是这样 然后包括这个等于说 很多的选举都是四项公投 也是这样嘛 所以韩国瑜他现在赌 赌什么 赌 我现在如果这样去帮忙 对不对 你看 我又不用去借钱 我也可以每天晚上 睡到很晚才起来 对不对 我也不用去上班 那你们在媒体 也被一天到晚骂我们 打我 现在还有点怀念韩国瑜 因为少了他的那些金句 对不对 他出手的时候 他最近出手讲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讲袁冠恒 打他都不认识妈妈 你妈妈都不认识了 你看这就是韩国瑜 对韩世瑜 国民党没有人会这样啊 张亚忠一度想学学不会 就不是啊 张亚忠是教授嘛 对不对 他没有办法学韩国瑜那一套嘛 那韩国瑜呢 他们继续这样子 这个人下去呢 仰望 那个可是我告诉各位就是说 这个韩国瑜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韩国瑜嘛 你勉强去把自己塑造一百个故事 一百个光明面 一百个 这不是我们认识的韩国瑜 这不是我们要的韩国瑜嘛 你知道吗 这也不是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现在可怜的地方在哪里 刚刚听到这个 刚刚国民党朋友在讲说 你看你看 至少我们表示这个 至少对我们来讲 我们终于这个等于说 这个高层团结了 营造一种团结的气氛 你知道那像什么吗 落水后 现在的国民党就是 铁达尼号沉下去了以后 大家抱着一根湖墓啊 现在能够四个人 有大快一点的湖墓 大家抱着 我们有希望了 我们有救了 可是你要知道 2018年的时候 民进党是输得痛苦的 国民党大获全胜啊 才两年的时间而已 把整个局变成这样 然后呢 之前不客气说 你们办名到3Q的时候 也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啊 何至于到后来 连续四项公投 一直败到林静怡当选 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们从来不去反省跟前打 为什么 贏贏贖去搬家书 很简单 其实道理很简单 昨天晚上四个人吃饭的时候 都知道嘛 因为你们不团结 那你说一吃一顿饭就团结 我的天啊 如果这样的话 大家都去吃饭就好了 对的确 国民党从2018 大胜县市长这个选举之后 到现在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难道那四个巨头 都没有责任吗 莱佑将军 如果我们看到韩国瑜 要用这种所谓的 微光读书会 走遍全台 那也许说 新北市也许他跨不进去 但如果其他的县市 他有一两个 造成悬崩的话 那恐怕这个 这个效果 就是韩国瑜当初所盘算的嘛 有一两个成功 可能就整个 这个风潮就会带起来了 当时韩国瑜的崛起 2018年 其实那时候 我在党里面 普遍的在帮国民党 服选在桃园 甚至有一些 外线市我也有去 2018年的选举 包含党主席 吴敦毅 其实并没有那么有信心 在韩国瑜 韩流这个风潮 没有起来的时候 国民党没有想过会赢 没有想到会赢 15个县市 没有想过 是韩国瑜崛起 韩国瑜怎么崛起的 韩国瑜之前跟吴敦毅 一起选过党主席 还来桃园党部跟我们演讲过 那时候我们到这个 桃园党部演讲的时候 大家好多人去听 为什么也知道 那我也去了 大家说 这个候选人很不像国民党 大家当时对于韩国瑜的 支持跟好奇 还有对他产生的一种说 可以把国民党改变的是 这个韩国瑜很不像国民党 因为其实很多资深 忠贞的党员 已经看破了国民党 这种匠纲文化 永远都是这几个人在那边揉 不管是任何的政策 还是候选人 都是这几个人揉出来的 所以很多人看不惯 突然间出现了韩国瑜 可是在那次的 这个主席选举 韩国瑜没有赢 输了 吴敦毅赢了 吴敦毅一轮就过半 赢了之后就把韩国瑜 放到高雄去当主任委员 这个高雄主任委员 是因为他到了高雄 用了很不国民党的方式 来经营这块土地 还有人民 大家接受了他 可是韩国瑜当选了 高雄市长之后 马上改变 立刻向森兰靠拢 从那一刻开始 韩国瑜的支持组 开始往下掉 很多年轻人刚开始 很喜欢韩国瑜 在2018年之前 很多年轻人 超喜欢韩国瑜的 光是他把那个亮晶晶的 曲棍球拿出来 叫段仪康吞的时候 那时候多少年轻人说 这才是国民党 有尬死有种 可是当他当选了 高雄市长之后 整个人回归 他还是很国民党 他还是很老派 他还是想 还是很像森红派靠拢 这个时候韩国瑜开始 雪崩式的民调开始掉 可是他已经放不掉 这个国民党 深蓝的这一票人 就跟魔戒的戒指一样 你戴上去之后 已经砸根了 你拔不掉 所以他就开始 一直往下掉 可是没有办法 深蓝的 已经把他视为共主了 他说什么都对 韩国瑜说什么都对 现在国民党里面 韩国瑜说的就是圣旨 你朱鲁伦讲 一百遍都没有用 现在依然是 即使他被罢免了 即使他被多数的台湾人民 可能跨跨跨跨了 但他在生来还是依然有影响力 但是他有一个要点 他绝对不能接党主席 他一接党主席 就垮了 破功了 就支持率就垮了 你为什么你知道 韩国瑜不过如此吗 大家说国民党救不起来 大家心里想说 不请先生出马 何而来救党之人啊 可是当韩国瑜出来 国民党会有起色吗 我告诉你 国民党现在换神仙来都一样 换神仙来都一样 没救了 国民党现在没有救了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国民党的中心思想不敢动 永远不敢动 不敢向中间选民靠拢 这个朱立伦说 我们国民党未来就是要向中间选民靠拢 他的中间跟我们的中间不一样 他的中间是向中共靠拢的那一边 那一段叫中间 你怎么可以往中国靠拢呢 可是没有人敢说不 就连韩国瑜都不能说不 因为韩国瑜是包含了集统的 包含了红统的 包含了对民进党失望的 包含对国民党失望的人 都是韩粉 那这一群人如果韩国瑜回到了 党中央当了党主席之后 他一样不会有什么作为嘛 韩国瑜你认为他会有什么作为吗 他会说九月公司先兵起来吗 这种事情不要从韩国瑜嘴巴讲出来 他不敢啊 他也不会啦 他一讲韩粉就崩溃了 这些韩粉我告诉你 造神的是韩粉啊 这个把神给请下神桌的也是韩粉 韩国瑜很清楚嘛 韩粉是没有认证 没有党员证书 更没有所谓的纪律纪律约束的 所以他很清楚 他必须要向这些韩粉靠拢 但是他现在就做一件事 就是朱立伦号当主席 然后我全程跑透透 需要我的人找我去 刚刚瑞德讲的非常非常棒 我讲桃园为什么会希望韩国瑜去 因为桃园这些想要选市长的人 各有各的盘算 只有一个人出来 可以把他的盘算统合 就韩国瑜 桃园是一个全国眷村最多的地方 你把眷村的婆婆妈妈全都找出来了 那原则上气势就出来了 那可是如果没有韩国瑜出来 北桃园有北桃园的共主 南桃园有南桃园的共主 地下有地下的金主 那完全是三方人马各自厮杀 韩国瑜出来之后 可以把这三人揉在一起 因为什么 你的人马都是有韩粉 这就是桃园的特色 那但是你说 只靠韩粉 可以让 桃园只有蓝的吗 只有深蓝的吗 只有韩粉吗 没错 那其他更多的中间选民跟民众呢 那只会输得不难看而已 是不会赢的 所以说任何人 韩国就讲 韩粉就像一碟猛药 非必要不要吃 吃了会上瘾 那上瘾之后 你就戒不掉了 所以我说任何地方 如果说你是议员 你只要5%的能力 你找韩国瑜来 也许可以当选 可是你要挑战地方 PK这种大位市长或县长的 你找他来就是两面认 就是两面认 他人一来 有一些人 本来可能会支持你的中间选民 看到韩粉 韩国瑜一来 那种嚣张的那种场面 不管旁边是谁 又唤起大家的回忆 不管旁边是谁 在车站就唱军歌了 我跟你讲 军歌我很喜欢唱 我是军人 可是不能在车站唱 还在捷运上唱 你知道吗 在捷运上面 在火车上面 就直接摇了旗 国家 国家就唱起来了 你知道 那其他的心想 那会赶跑多少人 吓跑多少人 很多年轻人就侧目 你知道 就侧目 那那个韩粉还跟你讲 干嘛 看什么看 国家有错 你知道吗 这真的是极为反感 我曾经也干过这种事 我曾经也干过 我真的 我跟你讲 我承认啊 我曾经干过这种事啊 那没办法 我再当主委嘛 再当主委 如果我不跟着唱的话 那党员会说 哎你干嘛 民主党派来 你会被底下的人 对对对 所以我说的 我也干过这种事 我也被我女儿白眼过 你知道 我女儿在那边说 爸爸你刚刚丢脸 你知道吗 我说为什么 我不唱国歌 唱军歌 很爽啊 大家都在看我们 大家都在鄙视你 你知道吗 其实那时候 我说句实话 人在局中不知问题 你跳出来之后 一看 看清楚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国民党未来 如果真的想走下去 所以那时候 李德卫不是讲吗 这奇怪了 我没干什么事啊 怎么65%的人 讨厌国民党 就是十个人 你们有六个半 有六个半都讨厌国民党 那为什么呢 因为无为就算 你现在不是执政党 你没有办法做事 你无为嘛 可是你不为很可怕 你知道吗 什么叫不为 你不知道你要干嘛 现在国民党 就是不知道要干嘛 你这个莱猪 你要干什么 不知道 那何事重启 重启之后呢 要怎么样 不知道 先过再说 那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蔡英文打败 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所以选民怎么支持你 你要一个非常坚固的信念 我这个信念 不能理主题 要为2350万人好 现在国民党 就抓不到这一点啊 就是你这样子 不是跟民进党一样 我说民进党 为2350万人好 国民党就不行吗 不行 你不能跟他一样 就是反律 或反民进党 反倒失去理智 没有判断力了 你不能反国家的人民啊 你变得说 跟人民站在对立面 你怎么走下去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要重新返回来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毁掉重来 对这个打掉重链 然后于将军真的是 看破看穿 如果再继续要吃那种韩式 韩国鱼式的那种竞选方法 有办法帮助到国民党吗 还说到时候的县市长选举 恐怕又会唤起 当年大家对于韩粉的那种恶感 那又出现之后 恐怕对于这个国民党的选情来讲 会雪上加霜 我不会这样子看 我觉得韩国鱼 它就是一个天生的戏值 这一出戏演了好多年 就是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如果把这张中一出戏 它真的是还蛮精彩的 高潮迭起了 一下摔倒一下起来 一下变成全国的明星 把民进党执政策制推倒 一下子被罢免掉 而且这出戏现在还在上演 我们看韩国鱼这几天的谈话 他讲说 大家问他说 你会不会其实主要是要问他 会不会选台北市长吗 他说这不在自己考量跟计划之中 那蒋万安不错 如果他被提名 当然支持 可是其实这背后也没有讲史 我先讲 蒋万安他其实目前 感觉在国民党内民调最高 可是不可否认的是 韩国鱼他真的是有在评估这件事啊 他现在在走这个什么 全台亮点微光读书会 首选当然是拼2024 那他在这个试水温的过程中 我的研判是 2022如果北市有机会 而且有机会赢 他还是会去吃 可是如果说蒋万安 顺顺的走 那最后说 那他支持他 当然可以 因为他真正最想要的上册 是拼2024 那他的最重要对手 就会是侯友宜嘛 次选才是 如果说看大卫吴旺或者北市 蒋万安真的出了什么差错 还是扶不起来 他北市他一定会去选的 大家不要忘了 当时他不在选高雄前 他最想选的是台北市 而且这个人过去 这从政的经历以来 当家拱他拱他 一开始说不要的 最后也会说要 今天最新他的谈话 他在问他 那你2024会不会选 他讲2022不会嘛 2024他的讲法是说 目前没这个计划 未来不晓得 那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嘛 就留下伏笔啦 好 我现在回应一下 刚才有几位来宾朋友讲到说 新北市侯友宜一定会围堵他 不要让他进去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这是侯友宜的想法 可是我现在也可以预测 跟蒋正推断 最后的结论 韩国瑜是一定会进新北的 尤其我现在在新北选举嘛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新北市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特色 这个是韩国瑜崛起的老巢 韩国瑜在这里当过什么 当过台北县议员 当时是尤其当县长 韩国瑜在这里当过两三届的立委 韩国瑜在这里当过中和的副市长 这是他的老巢 如果他对新北市 没有想要去经营或者是互动 前一阵子新北市一会吃饭 他干嘛还去 被人家做很多文章 第二个 新北市是台湾最大人口的一个县市 四百万人 他如果要首选是拼2024 新北市还不能不进去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他最好的一个舞台啊 2022我们都知道 侯友宇他假如继续选市长 他在新北市的气势一定会不差 所有人会想要跟他合照 跟他互动 可是大家要记得 新北市最大的一个特色 新北市的选区 多数是大选区 跟于将军的桃源不一样 桃源是每一个区一个选区 所以比方说桃源是一个区 然后那个中立一个区 可是新北市是非常多大选区 比方像我在的土树三营 土神树营三小英哥 一次选十个议员 你只需要7%就可以当选 韩粉会不会找韩国瑜去 绝对去 板桥 选九个议员 你只要大概八九 韩国瑜只要在几个申兰选区 什么中永和新店等等 他只要有一个小选区去了 就是个机会 中永和新店一定会找他去 因为比较蓝的区嘛 可是我刚才讲这几个都不是蓝的区哦 可是因为他的议员的一个席次多 他每一个议员都需要 有自己的支持者嘛 所以你只需要拿七八 他就可以当选的国民党议员 他一定会叫韩国瑜去 好媒体会怎么解读 大家就会怎么解读 侯友宜跟韩国瑜拼场嘛 我看韩国瑜现在起手势 已经非常清楚了 他这个模式已经是各县市复制 然后新北市更是他跟侯友宜 直接第一关交锋 就在今年 如果说韩国瑜要去的话 你说侯友宜有可能说拒绝 说你不能来 不可能吧 对 可是他去 会拉台到邀他去的这个议员 大家要注意哦 今年底的议员选举是议员跟市长一起选 联合看板联合竞选 竞选办公室都是一起 对 侯友宜一定很气啊 因为他来每来一次 就会下走本来支持 侯友宜的潜蓝跟潜绿 或者是中间选民 可是这些议员会强烈的希望他来 侯友宜也不能叫他不来 那这个交锋就会变成 有很多大家解读的空间 而且韩国瑜一定会这样做 因为他不这样做 没办法证明说 他是比侯友宜更适合的中总候选人 那他现在搞什么微光计划都是假的了嘛 因为他这个就是要 赐他在全国的一个水温 那我在这里也就讲 就是今年底的市长跟议员的这场大选 其实就是侯友宜跟韩国瑜的大火拼 议员多少人找他们两个 这个人气就看得出来 如果说韩国瑜 一有到这个新北市 不管是哪个区啦 杰明哥那现在两个人的矛盾 这不就会跑出来了 我看法不一致 这个其实新北市的国民党的议员 基本上应该是靠侯友宜多一点 因为侯友宜在新北市的人气 我相信民调一出来 韩国瑜在新北市的人气 绝对因为这是一个 所谓的小盘子跟大盘子的概念嘛 侯友宜现在盘子是 蓝绿的不讨厌他 中间选民喜欢他 那深蓝基本上是有一些厌恶侯友宜 但是基本上他不是绝大多数 他拿是大盘子 那议员虽然没有错 他是要拿到一个小盘子的这个选票 但是韩国瑜去的时候 这个也要那个也要的时候 他就散掉了 他中间选民都不见了 所以而且这第一点 第二点议员这么多 韩国瑜要去 一定要那个大的造势场合 议员只有两三千人 对你过来 那你 而且你讲的话都是一样的 这个议员讲的一样的话 那个议员讲的同样的话 小庙装不了大神 他哪有那个力气啊 他连言宽言那个都不敢去 杰明哥 那如果说新北市之外 台北市 韩国瑜有可能进去吗 蒋万安的部分 会需要这个韩国瑜来吗 我跟你说 其实韩国瑜 我刚才讲前面四个字叫 舌产莲花 后面叫江河日夏 我这样讲直接一点 其实韩国瑜除了会 出一张嘴之外能干嘛 我就几个简单例子 我们就讲这个 整个就是我们讲 蒋万安的事件 蒋万安他多形容蒋万 蒋万多好 除了形象外内涵养俱佳 很会尊重别人 非常有教养 接触后 他非常喜欢他 其实他也是这句话 也讲了那个 盐宽衡 差不多啦 内容差不多接近 他也是讲了盐宽衡 然后盐宽衡又怎么样呢 但是问题来了 真正爱 真正因为有另外一个电视台 现在变网路的 里面的一个资深媒体人 就他是爱这个 爱这个蒋万安的 他讲话就很直接 他说蒋万安啊 你还没有意识到 这次选举 市长跟立委选举不一样啊 你现在还在用那些 小格局的人 当你真的要打市长的时候 这些年轻人不行啊 他们叫做半家加酒啊 你应该跟侯友宜学啊 看看侯友宜配合这个 选市长团队是什么样的人啊 你看哦 请问一下 谁说话比较实际 但我回来讲一件事情 讲到蒋万安 你觉得对蒋万安 比较有帮助 真的有选举有帮助 是说你形象好啊 内外绝佳 然后我看到 第一次看到喜欢你 还是这个资深媒体人讲 说蒋万安啊 你要意识到 这个选战你要选的人 不能再是那些年轻人了 你要激起直追 你要勇力的这个抗辩 你不能再这个温和形象 如果我今天是国民党的人 我说真的 我还真的希望 这个资深媒体人 对蒋万安的说他是真的 因为这选战真的要开打 其实这杰明哥所讲 也就是唤起 如果说韩国瑜到时候 又全台服选的情况下 那当年他是怎么崛起的 当年又是如何被罢免的 其实那整个过程 又会唤起所有民众的记忆 所以对来人来讲 是真的有帮助吗 还是引证止渴呢 德宇兄 因为就台中部分嘛 因为这个卢市长 这两天我们也在讨论 他满意度啦 信任度 都是六成以上 那当然之前也许高达八成 但是这个民调对他来说 是个警讯吗 还是甚至有人说 有人越打 他民调到时候越高 那到时候韩国瑜会来吗 卢秀燕会需要靠韩国瑜来 这个帮忙吗 或是说呢 市议员层级的 也需要韩国瑜来吗 卢秀燕的这个 个人的满意度或是信任度 其实是从去年的 这个下半年开始 是往下掉的 从八成七成到这一份 台湾指标民调 剩下六成多 可是问题是民进党的 这个候选人 根本还没开始跑 也就是说这种误差 或者说他这种领先的幅度 基本上是不具任何参考意义的 当然你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韩国瑜会不会来台中 我觉得说如果说 以卢秀燕的这个政治性格 他包括在公投议题上 包括在阎宽恒的这个选举上 他都这样子扭扭捏捏 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先排 相对的他不会一开始就是 敞开胸怀来欢迎韩国瑜 他一定会保持距离的 但是以我们台中的 这个议员的选区选情来看 因为毕竟韩国瑜是 台湾目前国民党当红炸子机 最新的这个 总统候选人的这个 选票能量都在他身上 所以他有媒体的这个曝光度 有网络的声量 所以国民党的议员 不排斥 不排斥来跟他同台了 因为复数选区嘛 那只要有声量 有媒体的这个聚焦 其实不太会去影响到 那如果说又有国民党的新人 要来参选 韩国瑜的这个露出 其实会急速的拉抬 他的这个政治的声量 跟分量 分量所以说还是有可能在台中这边 有他的足迹啊 妹妹姐来 我先讲 侯友宜算是目前国民党内人气最旺的 可是你看他上一次的选举 他其实不太去帮别的县市站台 你们发现 他连隔壁县市他都不去 他就在管他新北市自己的 这个就是他跟韩国瑜不同的地方 韩国瑜如果要东山再起 他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一定要全台跑透透 这第一点 那在这一点 暖身的意思就对了 开始暖身 因为侯友宜有自己的舞台 他没有嘛 韩国瑜没有嘛 那侯友宜他自己的个性 他一贯的风格 他也不会跨县市去助选 其实国民党内部 有不少人对他这个是有维持的 就是说你是人气王 你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你只顾你自己的盘 再加上公投意义 这一亿哦 其实国民党内 不少深难的是蛮痛恨他的 甚至于把他说成是李登辉第二 这个对韩国瑜 对侯友宜来讲 他跟深难的关系怎么修补 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对深难来讲 就是说除非到时候 国民党真的就是推出侯友宜出来的 韩雪韩内韩恨我都要投给你侯友宜 因为我要把民进党拉下来 否则的话 这个在这里面 如果韩国瑜有这个声势起来的话 我觉得深难的心 当然靠下韩国瑜这边 那这里面选举是现实的 候选人本身他会看什么 他会看我跟谁合照 我跟谁同台 谁能够帮助我最大 那所以你各县市就要来看 我们以台北市来讲 如果台北市少数的一些区 是绿大于蓝的 你觉得那些区的候选人 会很喜欢韩国瑜来吗 不见得吧 可是如果是有眷村的 蓝大于绿的 深难特别多的 求爷爷告难的 韩国瑜你来吧 韩国瑜来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那对蒋万安而言 如果是蒋万代表 这个国民党出来 我不认为他会很希望 跟韩国瑜同台 第一 韩国瑜金距连连 可能媒体焦点 又被韩国瑜吸去了 第二 你韩国瑜站在我旁边 我不是又下跑了一堆中间选民 台北市长可是要过五成的 对不对 所以可能到处就会变成 一种情形就是 县市长跑自己的 除非县市长所在那个选区 就是非常明显的 他要去那个地方 要吸引的票 是要眷村的 是深难的